《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16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827期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主要来谈川普宣布他将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 那么在说川普总统参加大选之前呢 先回答大家几个问题 也就是我在昨天和前天连续做了两期节目 关于本轮这个在印尼举办的G20峰会 那么在峰会上面呢 我认为拜登的表现呢 是相当的差 也就是拜登在习近平面前摆出一副呢 完全是讨好习近平 对习近平一种跌软的表现 我讲这个话呢 很多人不同意 认为是嘛 拜登在习近平面前跟习近平平起平坐的 拜登在习近平面前仍然是得体大方 没有任何那种恭敬的行动 只不过是你没有看到 或者是你要么在墙内 要么在海外呢 你那信息呢 肯定是没有注意到 我就放一个镜头给你看看 你就看看这个镜头 从这个镜头的表现 拜登一溜小跑向习近平那边跑去 习近平站在那等待着拜登 拜登这种是不是像这种 就是中国过去我们看到的所谓皇帝 希望万国来潮的那个场面啊 无非习近平不像乾隆一样是坐在龙椅上 其他的外国使者是单膝跪地 无非不是这个动作 习近平是站在那儿 等待着拜登一溜小跑过来 然后主动跟习近平打到火 就是主席先生 我来晚了 你好啊 你一看到这个镜头 你难道不认为拜登在习近平面前是一种恭敬和跌软的这个状态吗 那么习近平当然他非常满足了 因为习近平满足于自己东升西降 满足于他这次参加G20峰会上面 基本上所有跟他见面的各国领导人都在道贺他又获得连任了 按照中共清华网的这个宣布 是什么大家都向习近平道贺二十大审理成功召开了 习近平在会议期间 除了他主动安排的跟拜登啊 跟马克龙啊 跟少有的几个国家的元首有单独的这个首脑峰会之外 其他的那些国家的领导人都希望见风插针 在这个集体大家比方说合影啊 吃饭啊 救餐啊 在各种这种集体大家都出现的场合呢 希望马上跟习近平掏近乎 包括什么 包括加拿大总理小土豆 小土豆见风插针跟习近平谈了大概有十分钟的话 南韩的总统也在这个时候跟习近平他去谈了几分钟的话 报纸公圈不合适啊 如果我们在谈论的东西 都不合适啊 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 如果有诚心 咱们就以后能进入看法 来进行很好的回答 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创作条件 创作条件 如果见面的这种场合下 争先恐吓都要跟习近平说话 因为习近平显然就是什么 就是忠心地位嘛 所以习近平非常享受他到G20峰会上 万国来朝所有各国领导人都真想想跟他打招呼 想跟他说话 他一个英语字母也不会 别人跟他打的招呼他一句也听不懂 无非是他旁边要带着翻译上翻译翻给他听 问题是很可能翻译是把人家讲的话的内容把它掐得为趣味的 因为习主席翻译的话翻译是不会翻的 很多人家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翻译翻给习近平的都是告诉习近平 他呢是祝贺你二十大成功了 他是祝贺你又获得连任了 他是祝贺你当了皇帝又终身制了 你现在已经东升西降已经人类命运共同已经实现了 现在全世界对你来讲的话都是崇拜你的不得了 现在地球靠你指动转的方向 全球人民都靠你去把夺止航 所有国际经济都靠你去把脉开放 全世界人民都拥护你呀 所以翻译都是把这些话翻给习近平听 习近平听了以后快活死了 也就是G20峰会实际上习近平他是最大的虚荣性满足的这个会议 而这个会议期间呢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波兰被误炸了两个炸弹炸死了两个波兰的公民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呢让别人感觉到有点意外的 有人说是俄罗斯故意的在你们G20峰会期间 普京因为本人不能来参加G20峰会 他就故意到北约国家到波兰去放上一个炸弹炸死几个波兰人 给你们这些G20领导人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说是普京是这么去做 那么普京是不是真的这个炸弹就是他放的呢? 对于这颗炸弹落在波兰境内 那么显然拜登和以及拜登的随行人员 在G20峰会期间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显然也要商量的了 所以说网络上面呢就报道了 拜登是在酒店里面跟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和国务卿布林肯呢 他们一起呢在反复商量 商量完了以后呢就给波兰总统杜达纳打电话 那么询问整个这个炸弹炸在波兰境内具体的状况 分析这个炸弹有没有可能是俄罗斯打过来的 那波兰肯定是这样想 到了现在已经我已经被炸了 这个肯定是俄罗斯干的嘛 你们北约还等什么呢?还不赶快北约团结起来 马上一起去揍俄罗斯嘛 我波兰是北约国家啊 作为北约国家任何一个国家被侵略被轰炸 那其他国家干什么?其他北约盟国要马上团结起来 维护我们北约所有蒙国的利益啊 所以波兰肯定是这样想的 而俄罗斯呢就在那个教员 俄罗斯讲说肯定不是我炸的我脑子也没病 这个肯定都是乌克兰诬陷我嘛 在这个时候在G20峰会期间 哦去放一个炸弹给所有领导人一个脸色看 那就是让你们都团结起来来制裁我了啊 趁着过去没机会在你们大家都在的情况下 我去弄一个炸弹去挑事儿 然后你们就以这个事为理由 然后一起对我俄罗斯制裁和打击 你们二十国就生成一个协议啊 二十国团结起来来制裁俄罗斯 那显然对俄罗斯影响很大啊 所以俄罗斯讲说肯定不是我干的 你们呢不要认为我脑子有病我没干 而北约和盟国呢 他们现在很难呢确认这是俄罗斯干的 如果真是俄罗斯干的 那对不起那就北约就要出兵啊 因为北约盟国是绝对不能接受盟国任何一个成员国 被俄罗斯无端的轰炸和打击 而北约成员国早就按照条约就是规定 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侵略受到打击受到军事轰炸 那么其他成员国立马就是什么 立马要反击 也就是如果是俄罗斯炸的 那北约和美国显然就马上要出兵了 但是北约也好美国也好不想打仗啊 他们不愿意什么不愿意马上出兵 因此来讲这颗炸弹呢 按照拜登跟外界跟新闻媒体解释就是什么 多半不是俄罗斯炸的 也就是拜登首先就否认 根据我找我的情报 这不能是俄罗斯炸的 乌克兰呢你就认了吧 别连累我们都去打仗 这是呢拜登的想法 那乌克兰就肯定是叫我去了 就是你们炸弹已经炸到了波兰 你们叫我把他认下来 这明明是俄罗斯干的 我乌克兰总不能把我的盟国 把一直支持我的波兰 我去炸两个炸弹啊 你们北约的保护在哪里呢 按照你这个时候 你们北约应该马上就出动啊 那么出动北约怎么出动 最大的可能是北约划定一个设立一个禁飞区 就是整个在波兰和北约盟国 跟俄罗斯之间设立一个禁飞区 这个禁飞区是不允许俄罗斯任何飞机 任何可能参与作战的这些军事行动呢 在这个禁飞区里面发生 如果一旦发生 北约肯定是把它击落嘛 如果设定禁飞区 你觉得对谁最受益呢 毫无疑问来讲 波兰肯定是受益的 那么乌克兰也是受益的 所以说你要看 这个炸弹炸一定是跟受益方有关 俄罗斯他把这个炸弹 在这个G20峰会期间去把它点燃战火 然后引起G20峰会所有的领袖们 对俄罗斯一直制裁 我觉得普京没那么蠢 普京就是想炸波兰也不会选在这个时候炸 什么时候不能炸 作为普京既然有这个军事打击力量 可以随时便便就占领乌克兰 就可以去打击波兰 选择另外一个合适的时机嘛 对俄罗斯有利的时机嘛 而你们现在全球领导人都在人家印尼开会 在这个时候去炸 让你们形成一个集体的决议 包括那些曾经是我的盟友 跟我中国是成为有义务上线的中国 都跟你们一起签署了来制裁我俄罗斯 那普京不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 你觉得普京他已经干了二十多年的俄罗斯总统 普京这种政治智慧就那么低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颗炸弹 普京故意打的可能性是很小 当然误诈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普京本来不是准备打击波兰的 但是不小心打到波兰去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只不过拿这件事来做文章 在这个问题上面认为普京是肯定他干的 这种讲法呢 我觉得呢欠缺逻辑性 好 我们谈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 就是川普呢 他在整个美国这一次中期选举 在选举之前呢 他就事先发布过一个通知 他说他在11月15号 将在他佛州的海湖庄园 会举办一个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将会有一个重大新闻发布 那么当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能猜到 就是川普呢 多半是在中期选举之后呢 川普会宣布呢 他自己参选2024年总统了 因为很多人都不断的关心这个问题 川普在每次集会时候 都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他就说呢 不会让你们失望 只是呢这个问题呢 现在还没到呢 宣布的时候 目前来讲的话呢 川普呢 只是不断的为共和党造势 希望共和党呢 在中期选举中呢 能够掀起个红潮 最终就是共和党赢回两院 在侠共和党红潮泛滥的时候 那么川普宣布竞选 显然就是什么 显然就是一鼓作气 让共和党呢 就是红片半变天 这是呢川普本来的想法 但是中期选举所谓的红潮 根本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呢 除了什么 除了原来共和党心理期待值更高之外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民主党有手脚嘛 也就是民主党在整个选举中 他已经有他置身的办法 不管这个民调是多么高 不管是这个所谓的红潮 让人们期待的是多么的狂风暴雨 但是最终的红潮根本没有出现 参议院是完全还被人家民主党守住了 中议院可以讲 在领先了三十多票以后 最终他们的距离差距只剩几票了 到了昨天才说众议院拿到了最终一票 就是加州的一个众议院的一个议员叫开开 开开赢得了他的选区的共和党的议员的协位 一举呢 就让共和党呢 就夺得了house 夺得了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党 也就是开开的这个胜选 就把佩洛西呢 就把他扫进了垃圾堆了 这是呢 昨天晚上听到的消息 那么川普他仍然在昨天晚上宣布了 他将在2024年参与总统竞选呢 这个消息当然是很鼓舞 我呢也是非常期待川普呢 他能够再次出山 但是我个人认为 川普选择现在这个时间 就宣布他参选2024年总统呢 我觉得宣布的时机过早了 也就是这个时机不是很恰当 不要说这一次所谓红朝没有出现 这个共和党他并没有拿回参众两院 即使是共和党现在拿回参众两院 川普也可以秘而不宣的 因为他现在并没有到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最后的截止日 在没有到截止日之前 川普都有权力代表美国共和党来参选 所以说不应该那么着急 更何况这一次这个很多人心里面比较失望 尤其是共和党建制派 他们把脏水都往川普头上泼 让这个所谓红朝没有出现 让大量的等待红朝没有出现失望的这些共和党选民呢 告诉他们都是川普做的税 都是川普搞坏了 他们现在对川普就是谢摩萨驴的态度 也就是共和党建制派一直在反对川普 那民主党作为反对共和党 当然在里面波风山火了 也就是民主党一会儿就推出 共和党要得上帝斯来选了 要卢比奥来选了 要蓬佩奥来选了 要彭斯来选了 也就是呢民主党不断的推出 共和党里面应该你来选他来选 无论你们哪个来选 只要你们一起来参选 川普和你们之间不就是互斗吗 而民主党挑起了你们共和党 这些竞选人 你们之间互斗的这个战斗以后 那么共和党的建制派显然什么 显然一直是排斥川普的嘛 所以说川普过早的宣布自己来参选的 我觉得从政治选举的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时机呢不是很恰当 尤其是现在没有解决 美国大规模的邮票选举舞弊的问题嘛 也就是美国只要有大规模的邮寄选票 2024年共和党不管谁来选 最终要想选出选胜 我觉得都是没戏的 因为民主党可以讲光搞合法的选票收购啊 共和党就不用选了 你选不过民主党呢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2016年的大选 和在这个之前美国举行的200多年的 美国那么多次大选 基本上都是嘛都是当天选举当天就出结果嘛 而且那时候没有什么邮寄选票 基本上任何一个州个别的邮寄选票 它完全那些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占不到 根本就影响不了选举结果的 但是呢2016年的大选呢 让民主党呢就大惊也进 他们死也没想到民主党里面的资深政客 前总统的夫人前国务卿希拉里 在民主党那么大的支持下 在全国所有的民调 希拉里几乎都是99%的人当选的 这种民意基础上 跟共和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商人 川普的竞选 最终希拉里居然掰掉了 川普赢了 所以这种情况一下子让民主党就感觉到 这选举我们就选不过共和党 共和党派一个从来没参政过 没有任何一天执政经验的 连一个村长都没当过的一个商人 他来选举都战胜了希拉里这种民主党的大佬 那共和党要派出一个有政治实力的 在政治上面已经是经历了几十年政治斗争 有丰富政治斗争策略的人来选的话 那民主党就更选不过他了 所以说民主党马上就要为自己下一次选举找到他的缺口 因此邮寄选票一下子就让民主党找到了他们赤胜的途径 那民主党为什么他就能找到邮寄选票的这个途径 而共和党为什么就利用不上呢 很多人在听过我的节目时候都有这样的反问我 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他能够操纵选举 他能够控制邮寄选票 而邮寄选票为什么共和党他不可以如法抛制呢 这个你就要了解美国各个州的行政历史 美国的政治制度 美国现在的执政状态 也就是美国各大城市都是民主党在执政 只要在你自己印象中你能报得出名字的 美国的大城市什么芝加哥啊 洛杉矶啊 纽约啊 只要是你能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 它几乎都是民主党在执政 那么主持选举是州选举 也就是美国的选举呢是州选举法 是各个州各个地方政府组织本地的选举 那么本地政府组织本地选举 而本地政府都是民主党执政 尤其是大城市都是民主党执政 当然是民主党在管理以及组织整个选举工作了 这也就是说民主党既然它在组织管理选举工作 共和党最多你是有监督的这个功能 因为你共和党你不是执政党 你没有权利参与组织工作的嘛 你最多不过是监督嘛 那人家民主党有办法让你监督不到的嘛 所以说呢最终就是什么 最终就是民主党它有效的组织了 每一次的这个大选选举和中期选举 而选举之所以可能产生舞弊 主要就是靠邮寄选票 因为如果一个选民到投票站 当场投下自己的选票 这档选票被机器扫码以后 在这档选票上再作假的话 是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而邮寄选票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你要考虑美国选民 他这个选举热情 也就是美国这么多年来 美国二百多年来 选民基本上是占美国有效选民的 最多是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相当一部分人 他具备美国选民资格 但是他不去投票的 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投过一张票 也就是呢至少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美国公民 他们是不参与选举的 根本不到投票站去 也不会去投任何邮寄选票 但是这部分人他们是什么是合法选民 只不过呢他放弃了自己选举的权利 那么根据现在大数据大数据一统计就知道 现在没有选举就没有参与投票 但是他本人具备选民资格的人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人 这百分之四十人他们没有自己直接投票 但是他们实际上就变成了民主党制造邮寄选票的票仓了 那么这百分之四十人他们根本就不去投票站投票 也不会写任何一张邮寄选票 即使是民主党把选票寄到他家里面 他也会把他扔到垃圾桶里面 他根本不投 因此这些人根本不关心选举 谁当总统谁当议员 谁选举成功不成功跟我没有关系 他不关心他更不会上网去查一查 哪张选票你们冒用我的名字 你们帮我去投了他不会去查的 他根本不关心 那么由于这部分人不关心 因此呢就通过数据统计就能把这些人马上找出来了 而且往往是在一选举之后一投票之后马上就可以做手脚 那么为什么要等到选举之后做手脚呢 这是因为选举当日呢所有的系统所有的机器都在扫描 当天有哪些人投过票了 也就是你不要搞错一个人是不可以一票两投的 当这个人已经投过票了 就把他从这个可能以他名义在制造邮寄选票的名单上就要划掉了 因为他已经投过票了嘛 也就是投过票以后 基本上马上就能统计出来 你这个州比方说有效选举选民有1000万 现在呢有600万人投过了 还有400万人没投过 这没投票的400万人都是哪些人 把这些人找出来以他们的名义马上制作邮寄选票 这些选票都是真的啊 因为这些选民都是真实的选民啊 你要去核对这些人他个人的美国选民资格 他百分之百是符合选民资格的 无非这张票不是他这投的 忘记是谁有本事找到他本人 跟他讲这张票是不是你选的啊 是不是你写的啊 没有人去做这个工作 但是这张票在机器里面扫描出来 他就是有效选票 如果你质疑这个人他是否是选民 你一核对他个人的信息 他个人的真实号码 马上就知道这个人在美国是有效选民嘛 所以说民主党就是利用这百分之四十没有去投票的人 以他们的名义来制作选票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选举不能够马上就给你出结果 怎么能马上出结果呢 一旦出结果的话 那后面的邮寄选票怎么把它拿出来呢 也就是等你们选举之后 然后看开票的情况 如果开票情况民主党领先民主党已经赢了 赢了那就不可能就没必要再做这个邮寄选票嘛 如果是民主党输了那就要看输多少啊 如果输掉了三万票那就要找四万张邮寄选票来 如果输掉了四万张那就要找五万张邮寄选票来 也就是什么 一直等待共和党领先的那个程度 开到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选票的时候 就停下来不开了 停下来不开干什么 也就是看看中间的差距是多少 停下来不开就是去找那个有效的能超过你共和党的选票 那么内华大洲是最典型的啊 内华大洲开票开到当天晚上 这时候共和党领先这个民主党领先了八万多票 然后就停下来不开了 连续四天这个票数都没有一票增长 四天以后呢民主党找到了九万张邮寄选票 这时候大幅的超出 也就是四天以后民主党获得了九万张邮寄选票以后 最终内华大洲就是这个民主党的州长就胜出了 共和党本来领先八万张票四天以后就被淘汰了 那么这个例子就是很典型啊 也就是这九万张邮寄选票怎么就在这几天里面马上就找出来 而且凭什么这九万张选票统统都是投民主党的呢 但结果就是这样嘛 所以说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选举当天不能出结果了 也是拜登为什么在中期选举之前 他就通过新闻媒体告诉大家别着急选举不会那么快 当天出不了结果的要过几天甚至要过一个礼拜 到了民主党现在控制执政的时候 现在美国的选举已经不是选举日了是选举州了 甚至再拖下去就变选举月了 也就是民主党要有足够的这个去寻找邮寄选票的时间嘛 现在都是大数据年代不需要全面撒网的 只需要时间去衡量哪些州和哪些地方需要补票 一旦弄明白共和党比民主党领先多少 那这个差额部分的选票以及超数他的那个足够的选票 就要把它补上 那么一补上就宣布现在开票结束了 现在已经源源超过你了 那么民主党就当选了 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选举时候 共和党在遥遥领先的情况下 民主党左一票又一票 一票一票往上翻 翻到最后翻到最后 也就是整个这个参议院就翻蓝了 也就是共和党想发挥的红草 想在参议院领先这个形势 在前两天你看到非常明显 到了最后结果出来的时候 人家翻蓝了 也就是最终民主党仍然控制参议院 这就是美国拜登执政的奇迹 这就是民主党在拜登执政下 已经连续发生了2020年和2022年中期选举两次选举的奇迹 面对这个奇迹你说共和党不着急吗 共和党你为什么不去调查呢 那么对于每一张选票 有没有可能是他本人投出来的这件事 你只有什么打电话或者是上门亲自跟他本人核实 才能知道这张选票是不是他投出来的 问题是通常这种情况你做不到 你怎么知道在涌进来的那么多邮寄选票里面 哪一张选票是他本人没有投过 而你有能力去打电话或者有能力上门去拜访 一一去调查呢 2020年大选之后 共和党曾经做过电话核实选票 但是因为当地政府当地执政管理的民主党 他拒绝提交数据 你都不知道哪些选票是他们后来把它找过来的 他不会让你知道吗 他只是告诉你所有选票都是有效选票 现在已经封起来了 他不让你知道哪张选票是从国投票站投过来的 哪张选票是邮寄选票邮寄过来的 哪张是实现邮寄过来的 哪张是适合补票补进来 因此呢 在你自己不执政的情况下 你不控制整个选举环节的情况下 你根本就找不到那些你想去调查想去拜访的人 你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嘛 美国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是民主党控制的 也就是我们自己耳熟能详的 你在美国能够报道出名字的任何一个 无论这个州是红州还是这个州是蓝州 但是这个红州的这些大城市也是什么也是民主党控制 你比方说德州德州是有名的红州 但是德州的休斯顿它就是民主党执政 因为民主党控制着本地政府的管理权 它有它自己行政组织整个选举的组织架构组织权力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这个参与选举的工作人员 几乎都是民主党它主格的人嘛 而底层的这些民主党人员 它并不认为什么它即使是造假 它即使是在里面去仿冒别人 去用这个邮寄写票它做了这些事 它一定不认为这是什么违法 这就跟共产党早年它打土豪分田地一样 你觉得当年那些投身于共产党这种左派革命的人 他们谁认为去杀掉了土豪 甚至是杀掉了自己家里面的亲戚啊 去抢夺了他们的钱财 他认为是一种违法嘛 他认为这是一种革命干净 这是一种斗争方式 是为了获得革命成功 我们必须要这样去做 那么美国今天底层的很多被左派洗脑的 这些左派的民主党的这些群众 他们也认为他们做这件事 是追求一种自己的理想 为了理想他们当然可以不择手段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根本就不要去谈它要不要考虑法律 那么你觉得法律在哪里呢 按道理来讲的话 如果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至少法律应该介入吧 我就举一个例子 美国有一个牛罕布雪这个州 这个州有一个城市叫哥伦比亚市 哥伦比亚市在2019年 经过美国国家人口统计的时候 它这个小镇啊 它只有735个居民 到2010年时候 它的人口呢也就是798人 根据2020年美国的人口普查 它的人口反而下降只有695人 也就是历次的人口调查 人口普查以及当地的选民登记 它这个小镇总人口没有超过700人 但是一个人口都不到700人的这个小镇 这一次民主党居然得到了1100票 那么就请问700人不到的小镇 怎么拿到1100票的 而且这700人里面 大家从逻辑上去想 就知道这700人肯定不全部是成年人嘛 一定还包含一部分没有投票资格的未成年人嘛 那么也就是说加上未成年人也不过是700人 但是他们现在受到的有效选票就1100人 那么请问是谁投了民主党 是谁帮助民主党在一个700人的小镇 制造出1100张有效选票的 共和党他们监督都监督在哪里 美国的执法者他有执法在哪里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你提出来 那么显然就是什么 显然是没有人回答你 也就是你让我吴建民拿出民主党什么作假了 舞弊这些证据我拿不出来 但是有逻辑啊 也就是最基本的逻辑我们要对应吧 一个700人的小镇怎么可能 能投出一千一百张选票来 你就给我解释这个问题就行了 哇 没人跟你解释啊 民主党不会解释 共和党也不去查 法院也没有人去调查这件事 也就是最终这一千一百票已经进入票偿 最终就是民主党的议员已经获得大胜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现状 虽然我们没有证据 但是我们有逻辑推理哇 美国四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总统 在他这中期选举中不丢失参议院的 即使是在大选中 这个大大比分胜出 就是基本上拿下美国所有州的 这个包括曾经的里根总统 里根总统曾经在美国是很少美国全境啊 他获得了选举人票已经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 就是里根总统那么好的业绩 那么高的支持率 但是他执政的时候也是丢掉了参议院的 那么执政的总统丢掉自己本党的参议院 这是美国民主选举 美国自己制定的民主制度 这是美国民主选举制衡的一种规律 而拜登创造的奇迹比里根高 而拜登居然创造了他这个在任总统 所在的这个党派仍然保住了参议院 拜登他是美国二战以来 可以讲是最差的经济 最差的就业 最高的通胀最贵的油价最狼狈的撤军 最无需的边境涌入了成千万的非法移民 也就是拜登执政两年就是这么差的业绩 他居然他保住了这个参议院 他违背了美国几十年来的这个 已经发生的所有在任总统丢失参议院的规律 也就是拜登的奇迹究竟是怎么创造的呢 拜登的奇迹不仅仅是创造他自己在任总统保住了参议院 他也创造了他自己当年当选的时候在大选的时候 他个人的得票数超过了他本党的奥巴马 也超过了本党的克林顿 也就是拜登他个人的能力 真的是比克林顿比奥巴马 在民主党里面的号召力强嘛 在全国选民里面号召力更强嘛 拜登这个执政两年他如此差的业绩 凭什么美国人民还要选择那么差的一个人 继续来支持他们的民主党的参议员 让他们保留参议员的多数 来支持拜登未来两年的他的治国政策呢 这种理论上从逻辑上你觉得解释得通吗 对于川普再次参选总统 很多人都持反对的意见 包括曾经一批支持川普的人 现在也认为本轮中期选举大大使他们失望 他们也认为川普已经卸磨了 川普不应该再来参选总统 川普如果不再参选总统 围绕他的一切迫害你认为会不会停止 如果会就是川普如果放弃参选总统 但是对川普本人和他的家族所有的破坏就从此停止了 大家就涉及消停了 如果会呢我为川普的晚年考虑 我为川普的健康考虑 我为川普可能遭到的各种不失之明的 对他的各种破脏水的现象考虑 我倒真希望川普你就别选了 回家安度晚年吧 改让其他的保守党人 让他们来试试 试试各种恶意诽谤 试试本党建制派的大佬 对他们的名强案件吧 就换别人来试一试 但是实际上是川普他即使是不残权 对他的无中生有的诽谤和各种迫害是不会停止的 那么既然不会停止 那川普就敢去勇敢的面对 所以我们支持川普勇敢的面对 其实全球的左派 包括中共以及中共海外的各种反川的代理人 他们害怕的不是川普来当总统 而是害怕川普所承载的保守主义的回归 川普追求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可以讲川普对于美国和对于世界 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有重大意义的 第一个就是川普如果再次参选 可以逼迫美国深层政府私下他们的伪装 他们直接走向前台来干预政治 也就是不能悄悄地躲到后面了 因为川普又来参选了 第二个是能够击破美国媒体那种伪善独立客观的虚伪面孔 也就是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 他们都说他们是独立客观的 但是川普一参选 他们就没办法独立客观了 他们经常是造谣声势 在那无中生有去诽谤川普和诽谤共和党 第三个就是什么 川普的参选是能够广泛地唤醒 美国普通民众能够深度地参与美国的政治 也就是美国已经到了嘛 到了美国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希望来拯救美国的时候了 所以建民作为一个移民美国参与美国政治的自媒体人 我本人是对美国怀有深厚感情的 很多人呢都嘲讽我 一谈美国选举呢就没有流量了 那些嘲讽我这种没有流量的人呢 你呢就洗洗碎吧 我呢根本不在乎流量 你喜欢听那个中南海听床师 每天跟你胡编乱造呢 你就听互联网上那些听床师 每天跟你怎么去编吧 要编情色故事你以为我不会编 要骗傻逼的钱你觉得我不会骗 要骗这些流量我真的没有这种智商 你觉得要骗要多少高的技巧吗 在中国到处都是傻子的情况下 你觉得骗子需要多高的智商吗 我告诉你讲 傻逼是国家的优质资产 奇蒙傻逼等于盗窃国库 我没有这个时间去浪费 你呢就不要在我节目下面 或者我的推特上面去聊 去咒骂川普和川普的大嘴巴 川普在政治上肯定是有缺陷的 他太不懂政治技巧就包括他现在宣布参选呢 我觉得时机都是不恰当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造哪一个人是没有缺憾的呢 我并不崇拜川普 我只是愿意支持他 希望他能够实现他拯救美国的理想 当然了我同样担忧他的成功率 也就是川普现在是重视之敌 他目前这个时机来宣布他就参与2024年大选呢 我觉得选择时机早了一点 他会给自己制造更多的政敌 但是呢所有热爱美国的人 所有真正懂美国的人 他们都对美国现在的现状是不满的 担忧美国的未来的 至于那些旁观美国的消费美国的 是不在乎美国他南非化的 南非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 曾经是一个整个非洲最发达的一个国家 现在沦落成什么 沦落成一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这个都城 最危险的国家他是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的 把南非搞垮只是用了一个曼德拉 把美国搞垮只用了一个奥巴马 也就是来自肯尼亚这个黑人移民 奥巴马在美国担任了总统以后 他就挑起了美国黑白之间的仇恨 也就是过去美国黑人也好白人也好 美国各个种族也好 大家都是相安无事的 都是互相尊重的 都是共同在建设美国 以自己作为一个美国公民而骄傲 但自从奥巴马当政以后 他用八年时间制造了黑白之间的仇恨 最终就演绎出什么 演绎成美国现在弗洛伊德这种无事犯罪的人 反而是英雄 而美国所有白人在黑人面前都是有罪的 而且是有原罪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政治正确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 最终结果就是美国在一步步的滑向深渊 而以川普为首的美国保守派的民众 就希望什么能挽救美国 所以说川普他当不当选不重要 那么川普出来参选显然是川普 他有挽救美国的决心 所有希望美国好的人 都希望美国能恢复美国的传统价值观的 恢复美国引领世界灯塔的形象 恢复美国制造美国再次伟大的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